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赏黑小女儿 小时候呢 爸爸妈妈呢 经常带我到大世界里面去玩的 然后呢 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之后呢 老师们 前辈们 经常带我们的青年演员呢 到大世界里面去 我们叫 公傻子 就是呢 带我们到大世界里面去实践演出 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期特殊的活动啊 我们是和行之度书会的书友们 一起到上海大世界游玩 个贼呀 他们人呢 哎 他们在那 那赶快就会合吧 好 我们去看看 上海大世界 它练于西藏南路延安东路交叉路口 1917年由黄厨酒创建 百年间 上海大世界已兴起的娱乐项目 吸引大量游客 以至于坊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走到大世界 往到大上海 大家上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大世界 那我们现在位于呢 就是我们大世界非常经典的区域 哈哈镜 这里固有12面的哈哈镜 它是由不同的 就是镜面的凹凸不平 所以来打造出这种 能够镜面成像出奇形怪状啊 或者是更有差异的这种效果 所以其实我这个哈哈镜 就一直在这里嘛 从大世界开门的那一天开始 对 当以前看这个哈哈镜 的人不得了的 都是排队全都是啊 排到这样的楼梯 摆弯都是要看哈哈镜 那下面呢我带各位老师去看一下我们的四楼 搭载了一个石库门里面的一个景象 亮哥我听说刚刚讲解说这里是上海最早的一条百年老龙迹象印 其实它这个大世界这个风格其实还原了我们弄堂 当时我们买凉就就到这里 买米的买米的 而且呢有时候呢就是 凉店里面不单单买米的 还有买酱油的 买的油盐酱醋全都在这里的 我小时候我妈妈就专门在拿一个瓶子 叫我去烤一点酱油 那就像前面呢你看了 人家这个是办喜事的 我们上海人说36个角 那我问问你 你知道上海的36个角 一共是哪36个角 是不是有这个柜子角 桌角 然后凳子角 床角 我知道大概就这些了 这熟起来有36个嘛 所谓的36个角 其实就是我们上海的家具啊 就是阿德纲这位柜人家 那什么必须要吧 那全面有个带子必须要吧 把一当的死要吧 像跟家具有这个结 一共这四 一共这四这些 一共两只加一个 对吧 夹起来生日了这些了 上面呢给它夹上去了 弄好结婚了 所以老早地不夹起 结婚了 第一张提及 臭梅生日了这些 然后这里呢 就是一个教室的一个情景 那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呢 就是全国的教育 都是在发展的 所以我们这里 就搭载了一个教室 然后可以感受一下 当时这样的一个 课堂的感受 这个流动红旗 以前班级里面 年级里面都会有的 这个星期的流动红旗 到哪一个班级 下一个星期 又到哪一个班级 对 每次到我们班级 总会会跳过的 因为有我在 我太难了 这里我们做了一个 巨龙车的一个样子 巨龙车的话 其实就是两节式公交车 因为当时上海 它的客流量 这种需求非常大 所以就引进了 这种两节式公交车 这样的一个样子 这个公交车 是不是两节公交车 拼在一起的 中间有一个圆盘 连着两个车 对的 那个位置呢 坐在上面会动的 我小孩子嘛 就觉得蛮好玩的 我们也坐上来感受一下 然后我们车子转了 我们人 也转了 后面这一块呢 展示的是海派IP的品牌 这里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小时候都用过的呀 美加镜牙刀啊 我用过这个美加镜的这个 擦脸的 但是中画牌 它还出了很多东西的 这里还有这中画牌的铅笔 这个 我们那个画画用的 这我小时候是肯定 就是我们美术客 肯定要买这个牌子的 这个颜料 颜料 都买过的 然后这里呢 是我们的歌舞时代 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 有百乐门 里面会有舞厅啊 唱歌啊这些 那个时候的人们 是不是特别喜欢 学这个歌舞厅里面 跳舞啊 社交 当时是一个上流社会的 一个社交啊 不是人人都可以进 这样的那个 百乐门的歌舞厅的 都是有钱人 就是用现在话 就叫名媛聚会 现在很多名媛聚会 据说都是拼出来的 他们说 我们今天也做了一下 那个名媛 我们两个人拼一下 拼一下名媛啊 我觉得这里 有很有复古的感觉 这个鸡袍 海派文化当中 有一点 怎么说这个鸡包 要贴身 女性的 恶努的 全部都弄出来了 这里还有话筒 感觉站上来 可以唱首歌了 你唱一个 我们这个继续往前走啊 发现这个我们的这个 头顶上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灯牌 大世界重新开放以后 我觉得是一个亮点 把我们都会很多的上海话 上海 小鸭弄 小鸭弄 哈哈 鸭鸭 小鸭鸭的长黑 你会是一个新鸭鸭 对吧 就会拥命 很多上海的元素 在那里鼓起来 我国人的这个 作为水部长 还要我们的老好一个打卡地 现在我跟亮哥来到了这个 上海大世界的游乐世界 抓娃娃这个呢 其实我们学生时代都有感觉的 对吧 鸭仲光就是刚刚是 文乐大斯卡的 文乐在人民广场 下面的迪美 对吧 那个时候我们学生聚集地 那边说抓娃娃 这就是撩妹神器 把娃娃抓起来之后 然后呢 小姑娘在旁边 哎呀 然后呢 她轻轻你一下 你很得瑟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再来试一下 准备好 哇 来 口红香吻都准备好 哈哈 好 好 激动人心的时间到了 这个下去 激动它就上来了 你看吧 哎 这个没办法 哈哈哈哈 我们还可以玩一下那个 是跳舞的吧 来吧 准备 我们刚才其实玩了很多 这个上海大世界 现在的一些这个游戏 不知道以前大世界 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老周达斯卡老好不想 大世界里面那是 当时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戏曲 各个这个剧场里面 全部都是金坤月护怀 各个名家全都来演出的 还有呢很多的 我们的小朋友玩的 比如说套圈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啊 九指游戏啊 就是现在说的 有达人秀的东西 全都在大世界里面可以看到 现在我跟亮哥来到了 这个影像迷听这个剧听啊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上海大世界之前的一个 从无到有 包括以前表演的一些场景 叫重现大世界 每一个格子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剧场 大小不同的 这边表演呢 这边开始 有时候呢是错开的 有时候是时间是同时开始 就是观众呢 一会儿来看这个 一会儿来看那个 他们就觉得就是 你玩一整天都不觉得累的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的两楼 然后我们会有个 离原幸运的一个景点 它其实是做飞移的 这样的一个活态的主题游乐园 然后我们这里呢 就是打造了这样的一个 四个利用传统的文化 金具 像贵妃醉酒啊 包括像一些 比如说孙悟空啊 这些服装打造出来的 一个场景 我们大家欢迎一下 陈良老师 我们华智的场子啊 在四楼 这个老师很聪明的 拿一话筒呢 学火车开 就适应 呜 然后呢 下面的一个游客人一看 哎 四楼啊 这个火车可以开到四楼去的 都很新奇的 全部都跑到四楼来 一看呢 啊 没有火车的 原来是滑稽演员在上面表演口气 结束了一天的游玩 我跟亮哥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的 这个上海大世界的九曲回廊 这不同的楼梯间 可以通向大世界 不同的各个剧场 然后发现还是 上海大世界还挺多好玩的 是 因为上海大世界一 首先开放艺人呢 就是他是修旧如旧嘛 对吧 很多东西都是按照 当时的一个场景 是的 还原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希望呢 尤其是像80后 90后 00后 更多的年轻的朋友 能够到我们大世界 来走走玩玩看看 了解一下 所以不同的 我们的海派文化 在这里 都有它的一个 积淀的一个印记在里面 更多的了解上海 你会更喜欢上海 好 今天谢谢亮哥 我们今天的活动非常圆满 谢谢 拜拜